好,各位群民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恭喜中国亚运队 这个是迈过了21世纪的一道坎 自从进入了21世纪之后 我们的这个在亚运会上 始终是从小子赛出现之后 就一轮有了这样的状态 那么在今天晚上面对卡塔尔这场比赛 也是拼至最后一人 战至弹尽两决 终于是艰难的拿下了这样的比赛 本来说是这场比赛 在上完上半场之后感觉比赛内容好像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下半场风云突变 这个主要的风云突变的时间 其中在8分钟之后 船上的形式出现了很多 值得可以聊了点 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上半场的刚刚开了三分钟 由方浩在右路的一次船中 带着弧线这样一个精准的船中 找到了陶翔龙的头顶 顶入了一非常漂亮的头球 中国队取得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开局 这个卡塔尔队的13号 让我想起了多年之前 在2018年卡塔尔世界杯 亚洲区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队主场在昆明面对卡塔尔的那场比赛 那场比赛之中是打成了0比0很遗憾的 中国队是没有能够在那场比赛取得积分 否则的话在当年这个后来一开始这个高通波 后来是这个李皮蛋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这个世界杯的这个 或者说是争夺两个小组的这个第三名 再去打外围赛的这样一个机会的啊 确实是比较可行 那那场比赛呢 这个卡塔尔队的右后卫啊 我记得是一二号 今天呢这个卡塔尔队的左后卫13号 首先是在编路防守这个传球的时候呢 防守方浩啊 没有能够拦截到这个球啊 有点冒进啊 自己倒立一个残桥没有残到 让方浩传出了一个好球 包括在整场比赛的整个竞争当中啊 一直到他被换下去之后 他的这个解围啊出球啊 除了这个老黑这个这个13号呢 他的这个身高还算是不错啊 在地位球的进攻当中啊 包括这个解围的投球争力当中发挥还算不错啊 其其余的这个表现呢 只能说这个有点当年卡塔尔优惠为二号的那个表现 那个二号呢 给人感觉当时就是跟今天这个13号表情特别像啊 一整算就是一个懵逼的状态 两双眼睛一双眼睛这个瞪得六圆啊 到处滴滴路的看啊 到处转 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整个就是特别昏啊 那么我记得那场比赛 呃我们的左边峰啊 这个是张希哲 他踢了一个左前腰 一个假边峰啊 假前腰 但这样一个摇摆的位置啊 在面对二号的时候呢 多次啊 对他进行一个杀伤 但是呢很遗憾没有取得继续球啊 那么今天这个13号啊 也是呢是得感谢他的这个场上发挥啊 那么在下半场啊 中国队多次进攻未果之后啊 其实呢 呃 场面上来看啊 卡塔尔虽然是把球权拿到了自己的 但是他真正形成威胁的攻门 哎 并不是很多啊 并不是很多 那么在上一场啊 这个我们4比0缅甸的这场比赛当中啊 上半场就20分钟啊 打进了四个球 下半场呢 颗粒无收 那么我也讲了说是这个 下半场的表现的确不是很好 包括后患上来上来打这个 中中的这个张威啊 背了个9号 那么之前听说他还打过中卫啊 那么可见他在这个进攻上 在这个射门啊 跑位中的方面 不是那么出色啊 这个面对缅甸的时候呢 他就错失了好几次的这个机会 那么今天面对卡塔尔在 比赛行将结束的一次反击当中啊 中国队是连续三次打门 张威呢 一次不停地球里一次打门 打中了球门立珠啊 真的是非常可惜 然后呢 是这个另外两个中国队的队友啊 又有两次打门 都被卡塔尔队封堵了出来 那么比分还是维持在一个1比0 在那会儿其实 我看球内心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 那么让我想起的 压光第一场比赛啊 三阵在最后时刻 还是2比1领先的普波红赞 在这个张远斌前场的一次处理球 没有能够将这球打击之后 果然过了两三分钟啊 这个普波红赞就在外围打出 中运啊没有啊 那么这其中呢 也是怎么说啊 得益于刘央的在对方这个底线出啊 跟对方球队的一次顶牛啊 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啊 虽然语言不同 但是全球这个表现还是能通了啊 然后把那个对方的火勾起来 然后使得这个卡塔尔这个进攻啊 没有能够持续延续下去了 但是呢 这一次双方球队的冲突呢 怎么说 的确是对于我们 有点这个杀敌八百自损一万的这个感觉了 毕竟我们 在双方各吃一张红牌之后 我们是这个主力中卫 蒋送龙被拔下 本来这个朱晨杰 在球队赛结束之后就打掉了 现在这个蒋送龙又打不了 然后呢 刘央呢 也吃了黄牌 高天忆也吃了黄牌 场上的背黄牌的连还不少 包括这个王智耀啊 都大大小小 大大小小这些球员都吃了黄牌 那么在下面 下一场比赛 在十一期间面对韩国啊 中美组合可能就是 黄家辉和张薇 或者说是把这个 这个平常比赛发挥不错的 汪海健 拉回到这个危险组合 那么到时候命令韩国队 可以预警得到 将是一场非常艰苦的这个比赛 那么平常比赛呢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啊 两名主力中卫都打不了 包括身上这个场上球员 多名球员身背黄牌啊 可以说我们 中国队是把最后一颗子弹都打光了 包括这个韩家琪 这些在最后时刻也是这个 醉卧沙场均莫效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当然呢 还是恭喜中队啊 终于是迈过了这道卡啊 那么多说一句这个张薇啊 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在上一场面对名店啊 机会把握没有把握住 那么这场面对卡发尔的机会 依然没有把握住 或许呢 他需要在某一个合适的时间点啊 迈过自己的这个 这道卡啊 或许在某一时刻能够 突然 这个扔多而迈 打通了 他的这个进球运 或许就能来 好 那么最后呢 还是在这样一场的兴致 单场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 能够晋级啊 自然是最大最好的这样的结果 不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终于是跨过了这道卡 那么希望这个亚运队的小伙子们好好休息啊 那么继续迎来 十一期间面对韩国队的这场苦战啊 可以预见 面对韩国队的这场比赛 将会非常非常惊惚 那么我们到时候 能不能守住阵型啊 能不能每个队员都打出自己的这个经纪人啊 其实今天在场上 你包括打进一球的陶祥龙啊 这个35岁的这个 弹龙以及送出助攻的方号 以及不断给前场 包括陶祥龙啊 这些球员进行保护 进行擦屁股的汪海健 包括在右路这个上下方飞的王真啊 虽然说在整个卫战当中 他个子最小也成为了卡塔尔队的这个打击对象 但是呢 一直到最后还是保住了胜利的果实啊 一直拼抢下来 包括刘洋啊 跟对方这个斗啊 对吧 整个我觉得这场比赛的亲戚神经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下一场面对韩国队 其实你说需要个人能力 需要技战术 需要战略啊 当然都需要 但是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比赛当中 更更需要的就是今天每个人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精气神 好 中国队加油 好 好